大家好我是Bosco 歡迎收看我們心動家的頻道 今次我們回到保利天君這邊 要幫大家帶來我們8月份最新的保利天君的再修性方 以及它的優惠政策帶給大家 如果大家在想保利天君選哪個好 不知道選哪個好 以及不知在售的其數、作數和面積段 這段影片一定會幫到大家 依然是老句說話 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 點個like 或者把我的視頻分享出來 我是Bosco 追蹤我們的頻道 稍後我們會再拍影片 和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我們回到沙盤這邊 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8月份保利天君在售的基本情況 以及順便和大家說一下 保利天君有什麼設施 帶給大家作為陪套 首先我們使用保利天君有13道住宅組成 分別為由三期工程進度 進行一個最終收樓 它收樓期亦是分批收樓 它不是同一收樓 說到我們保利天君這邊最特別的地方 一定是我們下沉式的3000平方會所 裡面會有寒溫泳池 有做dream的地方 還有有我們的宴會廳 再加上一些我們做facial的地方 全部都可以配備給大家 除此之外 因為我們旁邊有寶龍城的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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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全部變成了我們的派出所 衛生站和我們的巴士接駁總站在上面 除此之外 我們還建了一個幼稚園 交給政府作為一個公園配套帶給大家 討論我們法月份這邊在手的情況 就是我們將會主推我們的12株的主彈 12株的主彈跟之前介紹的3座和2座都一樣 它是分A、B兩個單元 目前主推是A座這邊 A座按照順序來說 先以此介紹一下 首先就是我們01號室和02號室的89平方 03號實會變成了我們的單邊配對 118平方 04號單位會變成了我們的107环衡公園4房單位 總層高一共是32層高 兩部V4人加 物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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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2.98енной 它的收樓時間亦會在我們明年的下半年才可以收樓 所以這邊的收樓期會推長一點 還有 12 棟 A 座的一個特性在於它的大積數 都可以看到後面的人材公園 只要你選高一點都可以看到 就像我們之前的 11 座一樣 全部都可以看到 除此 A 座之餘 12 棟 B 座單邊位的 118 平方 這次亦是進行了一個加推 這個 118 它的優勢做 在於它比 A 座這邊的 118 景觀更加極致 你可以正宗地看著整個人材公園的景觀 以及湖景,包括整個城市的景觀 你可以看到得非常漂亮 總價只會比 A 座這邊貴到大約五萬元左右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划算 所以這次我們的 89 平方 雖然會看到圓林 但樓下到時會有足夠長的圓林設施 然後再加上陸直這邊 所以感覺起來 只要你不選擇太高 中低或中層的情況之下 都是非常不錯的感官帶給大家 整棟 12 座這邊的基本均價 大概是 17,500 左右 當然有極致的樓層 頂樓或低樓層的 23 樓 亦都可以做到 16,000 多 但常規價錢就以 17,500 均價 去做回我們的配備 然後除了 12 座這幾個單位之外 我們的 7 座硫磺單位 亦都是我們 8 月份這邊 是一個重要的動數銷量 這個 7 座 我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它只賣三個戶型 分別是我們中間位的 120 平方 左手邊是我們的 150 平方 右手邊也是 150 平方 它是一個單數層和雙數層 它是咬合式、複式的單位 這個 7 座為何會重點佳 先讓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 8 月份這邊 它會有一個額外的人房車位的震送 帶給大家 這個是限時限量的 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 還有大家要去回顧我之前介紹的幾個戶型積數 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好的功課 方便大家做一個選擇 這個 7 座 總層高大概是 31 樓左右 兩部電梯、三火人間、物業管理費 都是統一的 2 元 9 毫 收樓期亦都是我們明年的下半年 就可以即將收樓 這邊可以看大家 可以即使購買一些大積數、細積數 或是偶爾回去凍隔下 從 89 到 150 平方 應有盡有 大家都可以盡情地選擇 以及我們地下的 3000 平方 匯所泳池已開放了 接下來要開放是做 Gym 的地方 瑜伽室、舞蹈室這些也即將會開放 在視頻的最後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這邊的副款方式是怎樣的 除了常規的上匯和我們的 Full Play 之餘 我們這次這邊都是有額外的兩種方式帶給大家的 一種可以選擇一年或兩年之間的一個首期的分期 這個要怎樣說呢 就等於說 比如說你是 200 萬的樓 你只需要付 40 萬的首期 40 萬裡面你又可以做分期 你只需要付 20 萬 剩下的 20 萬就可以等一年後再供 裡面我們全部都按照正常的規張制度 幫大家簽回應扣書和臨時合同 保障雙方的開發商和消費者本人都可以保障 因為當時 Bosco 都是這樣的方式上車 所以這個方式是可靠的 而且會靈活一點點 這個就適合當下大家覺得這個時候可以買樓 但覺得適合還會降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放一下這個 因為當時我從 4.2 元是放到 3.35 元 所以說都非常幸運 然後另外再一種就是 在首期正常要付 40 萬的情況下 我們和中國銀行這邊依然可以幫大家做到 付出 40 萬 然後再拿出 20 萬出來 但只有 20 萬是需要還的 所以這樣會鬆動一點 或者說我的錢就這麼多 不需要更加多的錢 我需要拿些裝修的東西 就可以用回這樣的方式 利率都是 3 點左右的 每個月你可以等額本息的還 可能是 2, 3 千元 你也可以 2 年後 3 年後再一筆過 20 萬都是沒問題的 所以說目前的保利天君這邊 會有比較多的付款方式 帶給大家 一共有 4 種方式 我最推介的一定是我們的做分期 因為分期天我們可以等息口的變化 你可以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心理價位 就可以即時做常會 目前的分期和不分期 依然只是相差一個 99 節 我覺得是 OK 沒問題的 視頻的最後這邊有幾個重點的消息帶給大家 首先是 8 月份求買我們保利天君 12 座也好 7 座也好 我們這邊有額外的 3 年的物業管理費帶給大家 除此這個我們還有家電的 3 件套也是帶給大家 所以說大家這個時候也可以用力 去踩起來看看自己到底需要甚麼護益 需要甚麼幫手 可以數一下我上面的 Care-to-man Bosco 一定會幫到大家 原來是實體視頻 周邊環境 周邊配套等等 Bosco 一站式幫大家全部搞定 最後我們這邊還有幾個 針對於保利天君介紹的重點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我們到時候會上到 10 棟 2 座 晚上我們會上去看夜景圈 大家知道晚上的人才公園究竟是灑甚麼樣子 以及人流究竟是否看 第二個就是我們 2 棟 2 棟 2 座 B 座在 80 座平方 高樓層這邊我們有些獨家的 一些筍料帶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這些高層的筍單位 留意我們的頻道 到時候我們會上實體樓這邊 幫大家堪塞 價錢亦會全方面真真實實帶給大家 好了 影片時間差不多結束了 如果影片有幫到大家在這個月份 在我們選擇保利天君的情況下 記得給我 Like 給我 或者把我的視頻 share 出去 我是 Bosco 我們下期再見 記得掃到上面的 Care Group Bosco 這邊 24 小時 Stand By 覆讀大家信息 下期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 Like 和 Share 出去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詳細的樓盤資料 歡迎通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 再見